好那各位同学我们今天来看一个表现的效果 各位看一下假设这是一个影片 就是说那我们可能在中间呢 某些地方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强调或说明就是这样子 这边这边我们想要跟他放大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加个框线做一种区隔 那就是在画面上让人家强调这样强调特别强调跟说明这一个部分 那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很多同学问我为什么要选Short 而不是其他的软体 像Premiere还有其实网络上还有其他软体 他们可能很适合做电影 或者说对画面对画面做某些特效画面 可是我们这个不是就是我们像新闻或者像新闻事件叙事类的 我们其实不是对于画面对画面产生变形或变化 而其实是对他有类似框啊文字啊画圆圈啊对他在补充说明 补充说明的方式 这个原本的画面是没有在变动的 而是我们有一些补充说明的方式 其实比较像图文整合啦 你可以说动态的图文整合的写作方式 这其实比较多 对不对 那不像电影 电影是一个导演很厉害的导演拍 哦把画面拍的怎么样 然后再把画面做的怎么样 那可是我们这个不是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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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画面 不是把画面做成怎么样 而是对于画面不断的补充说明啊 我觉得基于画面不断的补充说明 这样一个功能而言 我觉得Shotcut真的很棒 那当然我教的也是这方面的啊 就是图文整合的叙事啊 就是这样子一个一个状况啊 就让你理解 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这个要怎么做 对不对 你看就这样子啊 OK好 那我们就 开始吧 我们就会是开始吧 然后我们先讲一下 我们之前已经在最下面这边 先拉了一个色块层啊 希望这些你都会了 这个已经有点进阶了啊 就是 然后这边一共有三层 一二三四啊 三个那个视讯层啊 就是就是这样子啊 没关系 那我们先点一下 透过这个方法 我们也来教一下 点一下啊 现在这个第二层 对不对啊 然后呢 上面这个数字这边有没有啊 这个就是时间嘛 那个时间总 点一下 你的这个播放头 就会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那我们首先呢 把 把这个画面 这样我先点两下好不好 点两下啊 没有看到啊 各位你可以看到 当你点两下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啊 你现在这个影片 这个影片原本是这么长 但他现在是被我们剪成这样子 那你就知道 既然是这么长的影片 但是我们先把它限定在这个范围 那表示这个影片是还可以再编辑的 嗯 因为他不是全部的嘛 表示还可以再编辑的 我先让你有这样的概念的一个理解 好 那这个红红的在这边 好 表示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这个来源啊 你就知道 红红的是我看哦 他整个画面这么长 然后他现在被编辑成这么短 编辑这么短啊 他只是在 概念上跟他设限而已 其实真正的video还是这么长 比没有变动啊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把它拖过来 好不好 OK 好 那既然 既然他是可编辑的 我们就可以拉了 啊 只要是可编辑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只要是可编辑 因为刚才就跟你讲 他是 那么长 中间那么短 哈哈 所以他变成是可编辑的 好 那我们就播一遍看看啊 好 播播播播播播 那在播的过程中 我们要挑一段 我们可能最适合的啊 好 从这边开始他比较稳 有没有 比较稳定啊 所以现在红红的在这里 咔嚓 先不用管啊 然后再继续播 找一段比较稳定的画面 说明嘛 好 那这样已经开始来变动 就不要了 一样啊 在 是这一层嘛 对 这一层嘛 好 在这一层 咔嚓 有没有 就咔嚓起来了 那现在这一段是我们要 要做 要做的啊 虚化者的好处是 你真的在做这种东西 觉得他整个 概念的设计很方便 怎么样讲了 来 这样这一个地方 我把它复制 你看哦 你一复制 这里一复制 其实就是复制到来源程 这我们已经在讲过了 你不信的话 你点一下来源 有没有 这里就是刚才我们剪下来这里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OK好 那你现在呢 按一下 专案 按专案 又回到这里来 你现在按这个 让它跳到这里来 这样你可以跳得很准 按这里 这个是快 这个跳跳要这个地方 跳过来有没有 它很准它跳到这里来 好 然后呢 我点一下现在呢 编辑的层在这一层 对好 注意 刚才我们有没有讲过了 你已经复制了 你复制的东西在来源 其实这个叫暂存区 你复制的东西在来源 贴上 其实这个概念 这里这个叫贴上 贴上去是把来源区贴上 贴上 有没有 你这边复制完 再贴上 其实你 你也可以干纯的复制完再贴上 就很精准的有没有 很精准的这两个 同样的内容 那只是我们要再处理它而已 好 点一下这边按一下这边 现在我们要对它做效果 就会这样 那做效果呢 来 我们来看一下 做效果当然是 滤镜 做效果当然是滤镜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一次呢 我们教一个 很好用 但我一直没没机会教到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工具 就是在这边 它很好用 剪裁 剪裁 剪裁圆形跟矩形 我们讲过的 我们讲剪裁来源 好 就不用管 那为了让 我们容易看 我先把 这一层把它关掉好不好 关掉 这样子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下面的 好 OK 好 那现在剪是怎么剪 各位 你看看这边有 顶部 底部 左边 右边 左边是指 我会从这个地方开始 开始剪 但右边保持不动 你仔细看 你看 我在拉 好没有 右边这个地方真的被剪掉 但这个地方是保持不动 这个地方是保持不动 它只是往里面跑而已 保持不动 那你就知道说 比方说我本来是要剪这里 对 所以我就往这边拉 剪 剪到 剪到这里 这个是我要的 那一样 当你 拖右边的时候 是右边往里面去 但这个地方保持不动 所以你跟我右边 稍微剪一下下 没有 剪到这里 这里是我要的 好 一样 顶部是指由上往下滑 下面保持不动 顶部 有没有 由上往下 但注意 它会放大 就是这个地方好的地方 它会维持在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是要维持的 所以它就会放大 好 那下面这个地方也太多了 我可能要往上 下面可能你要往下剪一点 底部 下面往上剪一点 有没有 你往上剪的过程 它本身又放大 注意哦 你一定要注意它这个比例 黄黄这个东西 你如果拉拉拉拉 拉过头 你看 它画面又变成不是你要的 所以你就要注意一下 上下左右 你注意一下 好 这个地方是我要的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就会是这样子 那是因为我现在把它关掉 我如果没有把它关掉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有没有 原本这个 这个它就重叠起来了 对不对 那只是现在我们要对它的位置 加以移动 我先把它关掉 好了 现在这个地方打开了 打开之后 你就比较容易去调整它的位置 好 那注意我们现在还是在这里哦 那现在做第二个 第二个滤镜 再做第二个滤镜 这个 它滤镜 平常讲修卡的滤镜不多啦 你如果用其他软体 那种很奇怪的滤镜很多 但因为它这个是图文整合的剪辑 重点不在于 画面效果的滤镜 而是像我们这样子 补充说明的这种功能 好 剪一下 那有个功能 这个功能我们就长焦了 哪一个呢 就是这一个 位置尺寸与旋转 OK 位置尺寸与旋转 好来 我们把它的大小拉一下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大小不要那么大 对 好 那位置也调一下 位置也调一下 大概在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这里这里 这里就是等一下 稍微拉大一点 OK 这里就是等一下 这边放大说明的地方 有没有 就是这样子好 你其实已经可以 点一下跳到这边 如果你对这个 这个框线有障碍 再走这个地方 点一下就不见了 好 播一下有没有 就出来了有没有 就是这个画面呢 这个画面里面 有多了这个 有一个放大的小画面出来的 对对 有放大的小画面出来的 有放大的小画面出来的 那再过来是我要加这两个框线 怎么加 以前要搞死人 但现在多了 现在这个新版有那个 Glaximate 好用很多 非常好用 其实就是有了这个东西之后 让我觉得 哇 真是超赞的 非交不可 以前还在犹豫要不要交 好来 那我们现在因为刚才没有操作 没关系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视讯轨道 都出来 多一个视讯轨道 好 那我们现在下一管 先不管 我们先开 就是要 现在其实 其实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多两条线 加两条线 那我们讲过了 像这种加两条线 加个圆圈 就是要用一个外部的 图形跟图案 外部的图形跟图案 上一节我教过了 就是要开启其他 我们现在开启动画 好 OK 他是预设值5秒 好了 就不用管 先确定 好 跑出来了 我已经讲过了 像这样子 要添加什么东西的 跑出来之后 你首先什么都不用管 就是跟他存档 然后呢 就跟他 退出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空白的 空白的 空白的 好 那这个 从开启这个地方 如果你做任何操作 他就是让你看看效果是怎么样 对 空白的 黑色代表空白 好 我们回到播放清单 对不对 好 把他加入 这个地方有个加入 OK加入了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一个新的 空白的video 5秒 好 现在呢 注意哦 你要点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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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点 那个 什么颜色 绿 这种绿的颜色出来 才是你要拉的地方 拉过来 有没有 拉到这里 拉到这里 OK 好 没有拉准 好 OK 这样就贴上了 这里 这就是这边 这边是一个5秒的空白 5秒的空白 空白video 但是他的档案是 RAWR 这种档案就表示 如果像这种空白的影片 但是这种档案 就是我们还可以用刚才那个软体 继续编辑 所以按属性 编辑 有没有 看到没有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 因为这是空白的嘛 拉一下 退一下 刚才有小bug 你这边拉一下 退一下 就透过去了 有没有看到透过去了 透过去了 空白了 现在透下去了 透下去了 透下去了 我们就好玩了 先随便在外面点一下 然后呢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好 按这边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那个曲线 这个这个希望我教过 好 记得选编阻 那就开始了 等一下 各位记得按Ctrl键 你往下滑才会垂直 然后呢 再往这边拉 再点一下 OK 好 按Enter 就可以了 就就停掉了 没有 画了两条线 那中间有面积啊 对这个 这个原理你要懂 那不懂也没关系 现在呢 OK 我们先 好 先点一下 等一下 在这边 这个地方点一下 把它点出来 选到这里了 注意啊 你如果是选到这个东西 插插也在中间 好 我们中间的面积不要管 如果你原理不懂 没关系 就把颜色 注意啊 先选填充 填充 填充就是中间的东西 把它的颜色 拉到什么 空白 这样空白 那不就出来了吗 那这两条是线 线 就是描边 描边 你如果粗细 这边可以改 颜色 你如果对这个红色 也不是很开心 觉得应该比较像绿色嘛 那个是植物嘛 你也可以拉 然后再点这个地方拉 拉一个你比较喜欢的绿色 就出来了 这两条做完之后 保存文件 退出 就出来了 那我们就看一遍 来 开始 跑跑跑跑 好到这里的时候呢 刚才我们做的这个 还有上面我们多加的边框 不就通通出来了吗 这样子就是一个补充的说明 一个放大的补充说明 那我要结束了 他还继续有这个 对 因为我们刚才这个做了五秒 没关系 先按这边 先按这边跳 跳到这里来 这个的好处就是说 他真的会依照 你这个的 这个的状况在跳 所以跳的很准 好 那跳到依这一个 对 依这一个为准 他跳到这边 对 我们选这一个 咔嚓 这个 咔嚓 有没有 然后这个点一下 下面这个点一下 你也可以直接按右键 有一个叫做 那个删除波纹 OK 那这个 这个长度就一样长了 你看 结束的时候就一起结束了 好 那那你如果有注意的话 刚才我们这个是有声音的 现在这个也有声音的 两个都有声音 其实声音 就会震大 那没关系 我们讲过了 在这里有一个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如果按下去 这一条的声音就通通会不见 对 那你就看 泡泡泡泡泡泡 等一下 因为我刚才下面这个也把它关掉 打开 好 快要到了 对不对 好 放大了出来了 然后绿色的线也出来了 对那加以放大说明 对 好 那时间到该结束就结束 有没有 那就会是这样子 那 你会觉得很复杂 其实做久了它变得很顺 重点是你可以 就他 他这个影片让你 对于 一个叙事型的 video的一个补充性的 说明 让你具有想象力 而不是只会去抓 人家帮你弄好的 那个滤镜 然后就套 那套滤镜基本上是对画面 产生变动 好 给新的颜色 扭曲的 但我们不是那种概念 我们其实是 对于 图彩 图像的那个素材 放大 补充 说明 就是 类似我们今天这样做的 那修卡的就很好 那 你就可以有很多 像我这样子 你看也是 很灵活的变化 就可以做出来 好 那 像这样子你去都练习几次 你慢慢观念搞熟了 我中间其实谈的东西 有很多使用上技巧跟观念 一次一次又一次做久了 你就 再做图文整合 或者叙事型的 新闻型的 它不是drama 它不是戏剧 新闻型的 或者事件型的叙事 然后你需要补充跟说明 这样子的影片 这个才是现在的主流 这是现在的主流 这个我称之为 video写奏 或者动态图像写奏 你把它学会了 这是未来的时代 大概就是这样 动态的图像写奏 写作是一个补充说明的过程 它不是drama 不是讲故事 那对你的帮助就很大 好 那我们就 讲到这边 我们就讲到这边 好 谢谢各位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